那另外呢 再說回到蘇丹紅 蘇丹紅辣椒粉 對 你今天蘇丹紅了嗎 我今天早上有喝咖啡 也有喝茶 但我不知道有沒有喝到蘇丹紅 持續延燒 拉麵名店 辣麻味噌拉麵鬼晶棒 販售的辣椒粉 當當 裡面也有蘇丹紅 店家今天在粉裝下面 就跟客人道歉了 這個鬼晶棒表示呢 去年有中26包 300克一包的這個辣椒粉 那今年一開始爆發的時候 兩邊檢查是沒事 之後會再多注意 請業者提供更多的 這個檢查報告來確認 那除了再次道歉 也強調今年的辣椒粉 都沒有問題 但是 現在就是 只要提到辣椒粉 大家就很害怕 業者再怎麼道歉 可能也都會影響生意 所以呢 這個問題真的很討厭 那另外就是 精湛的負責人 就是那個 就是一直在進口 那個蘇丹紅的那個公司啦 一個人擁有10個公司的那個 李彥廷 他被高雄地院裁定 積押禁件 那他的大椅子呢 叫做吳振妍 原本是被交保 高分院裁定發回之後 高雄地院下午 重開積押禁 怎麼可以讓他跑掉呢 因為相關人等 全部都給他壓起來就對了 法官審理之後 裁定吳振妍 現在也是積壓禁件 非常好 通通先壓起來 免得他們到時候又是脫產 又是落跑什麼的 這件事情就會追不下去 絕對不可以讓這種事情發生